Hello Hello 又到星期一晚 又是十點半這個時間 又是心童感受的時間 今天呢 我沒有在forum那邊出了post 因為呢 自己在心童感受那邊出了個抽水post share 了說今晚會做節目 這樣呢 我們今天會說什麼 今天我們會說幾個 topic 都interesting的 當然也是非主流醫學的角度 如果大家想聽一些不同的東西 或者聽一些你平時醫生未必會說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正確的節目 但如果你是 我必須聽我的醫生 我的醫生是正確的 這應該不是正確的節目 但是我講的東西是基於科學的 所以我之前有一天 出了個帖子很少 就是說 用六至八個小時去看三十五份的東西 目的就是讓你可以寫一篇 或者做一次節目裡面 製作出兩個資料 所以我的節目都是基於核心的事件 但是只不過是不同的意見 包括我的意見裡面 會有一些是中醫的角度 會有一些是印度阿劉佛的角度 也都會有不同的角度 因為由始至終我都不相信 就是一個方法 可以應用於所有人身上 我想大家 心水清或者有這麼一年多 這麼一月歷的人都會知道 其實西醫是很強大沒錯的 西醫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到我們 是真的 譬如我也是說 如果我急性橫腸驗的話 我會進醫院 我會開刀 但是未必是所有疾病 都是他最拿手 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角度 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相信如果你想聽西醫的角度 有很多類型的節目適合你 就是電台的節目 或者是很多醫生 不同時候都會有些講座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有少許不同 是多一些不同的角度 包括在情緒層面 能量層面 靈性層面 我們都會適合到 因為我不覺得人 單純是一個肉體 那麼簡單 OK 今天我們會講到什麼呢 我們會講一個 新的科技研究 是MIT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一間很出名的大學 MIT 中文叫做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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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光 和聲音 幫助實驗室的白老鼠 清理大腦 是腦退化症 有的那種殘留物質 就是因為有那種殘留物質 就是那種殘留物質 所以就令到腦 沒有辦法正常這樣 所以這個研究挺有趣 我想讀給大家聽 當然你不能說 所以它在老鼠身上應用到 就代表它在人身上 正常這樣應用 不是的 因為始終老鼠的 brain waves 和人的 brain waves 是有些不同的 OK 但是 having said that 就是我們 譬如有做聲音治療 我們的聲音治療 我們都會有用光的 OK 我之前其實在未開店 我有跟一些 外國的聲音導師 有些很特別的器材 你是躺在一張特別製造的床 我不說那麼多了 那個聲音是不同的 frequency 不同的hertz OK 這樣就會穿透你全身的 那為什麼你說會穿透到全身呢 而不是光是耳膜呢 因為你要記住 其實我們的身體有七成是水分 OK 包括我們的血液 我們的口水 我們的淋巴液 魚是等等 尿 OK 這些都是水分 有七成是水分 而如果你知道 微波爐的原理 它是使用水的粒子互相磨擦 而產生熱量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聲音治療之前 我們會叫客人 儘量喝多一點的水分 OK 做完之後也是的 因為它不是透過硬性的物質 OK 而是透過水粒子為主 例如你看到貓 如果有養貓 就知道了 我後面有很多隻貓 躺在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隻 是是是 這裡有一隻 然後 這裡有一隻 看到嗎 有 很多隻貓 其實貓牠們不是會 噓的 他們開心的時候 就會有些 鼓鼓聲 廣東話叫做 煲水聲 其實那些聲音 我之前也有提過 其實它是 是幫助貓的傷口癒合 增加它的骨質密度 如是等等 亦是令到它 能夠 身體加速 它的復原等等 我們人類是沒有這個機制的 當然 我們開心的時候 我們不會噓 但是 譬如我抱著一隻貓 牠很開心 牠噓 我也覺得很舒服 OK 沒有養貓 其實 聲音治療 它有它的根據 還有它的理論在背後 如果你要技術說 其實我們人在不同的狀態之下 我們是會出現不同的 brain waves 容許我大概解釋一點 譬如一種叫做 Gamma waves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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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ves 是31至120 cycle per second 這是一個hyper 即是很亢奮的大腦狀態 這個狀況之下 是很好 就是你學習的時候 是很好的 你上課 你聽書 學習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你一直這樣的話 就不好了 OK 你就是一路run on turbo 你的身體當然就會不成負荷 OK 第二種就是什麼 第二種就是beta waves beta waves 或者是Gamma waves 你不是Z死了 是會不斷地移動的 OK 譬如你本來在beta 因為你在做事 在思考 但是突然之間 老闆叫你 然後你嚇一嚇 然後他問你一些東西 然後你可能會突然高了 OK 去到可能四五十 就已經進入了Gamma的那個層 OK 他會 move in and out OK 接著到Alpha Alpha就是 你想像一下你 是放工回家 然後很放鬆 在家裡 可能是在看電視 在休息 在休息 那很放鬆的狀況 是好像 或者是 我不知道 舉例是你在聽音樂 如果不是很激烈的音樂 是很舒服 很放鬆的音樂 你都會慢慢進入這個狀況 OK Alpha就是 8至12 幾秒 OK 好了 然後 這個就是 你一般放鬆 你最多是跌到這裡 OK 但還有一種叫做 Pha Pha Delta 其實還有一種 很少人說 就叫做 Epsilon 我先不說Epsilon 因為那個是 正常人類 我們很少去到的 OK 但我們說 Pha 的話 就是你的人開始 迷迷糊糊 這個迷迷糊糊 很有趣 因為我做聲音治療 那些客人以為自己沒有睡 其實我們聽到的車仔比喊 OK 但對他來說 他覺得自己不是睡了 因為他可能是 Shifting between Veta 和Delta 其實他已經進入了一個 好像在睡覺 但他是半夢半醒之間 我們睡得很軟的時候 當時 快醒的時候 OK 當然不是說鬧鐘 拍醒你 是你自然醒的時候 你發覺 臨醒之前 會有一個時間 是 好像半夢半醒 好像有些訊息會收到 尤其是靈性高的人 其實就是Veta Waves的狀態 我之前有說的殺滿治療 例如我們敲鼓 我們其實都是敲 4-7 beat per second 就是4-7個 cycle per second 其實是令到我們的腦 進入那個Waves 進入那個Waves 就是 你可以進入不同的意識當中 不同的Consciousness 如果說的圓小小的話 就是 大家可能科學上有聽過 有一個叫做 Zero Point Grid 或者是 再 圓妙一點的 我們可以說 這個Akashic Records OK 阿卡西紀錄 OK 其實當你 那個人 能夠進入到 不同的意識狀態的時候 其實你的知識範疇 是會不同了的 OK 如果你看看 以前不論是 中國的劉伯溫 還是西洋 好像在法國的 Nostradamus 又或者說 近代歷史上的 The Sleeping Prophet Edgar Cayce 他們都是不約而同 不是一個清醒的狀態之下 去作出語言的 我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有些奇怪 你說 女王為什麼要說這些 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不論你的宗教信用是什麼 都無所謂 你聽一聽 只有一個知字 當聽多一件事 OK Edgar Cayce 是一個近代 很出名的語言家 大家可以看看 他有說健康的事情 他也有說 1965至1968年 就會在 我不記得 太平洋 近 哪個位置 會發現一個地方 叫做 Bemini Walk 那裡 會找回以前 這個 那個 寶典歌 你先看一看我 那個叫做 那個 The Lost City 糟了 我不出名 糟糕了 OK Anyway 我想說 Larremere 不是Larremere 另外一個叫做 Anyway 你再看我 我知道 你知道我說什麼 他說 會找到一個古文明 在那裡 果然就是 那幾年 他們就發現了 那裡下面原來 真的有一個位置 就沉了下去 那時候很多人上去 你現在想YouTube 你打Edgar E-D-G-A-R Casey C-A-Y-C-E Let me search Hold on 我不太肯定 我的串法 Edgar Casey E-D-G-A-R C-A-Y-C-E 亞特蘭提斯 Thank you Yes 他們找到了 所羅門神殿 找到一大堆東西 就是Edgar Casey Prophesize 的時候 那個時間 還有他也有說 比如說 用Castor Oil 中文叫沉麻 我不知道讀過 總之一種植物的油 Castor Oil 在小店裡也有 在貨皮上 用眼睫毛 讓牠可以搶 脫頭髮可以搶 還有他對醫療 很多病都有幫助 如果Edgar Casey 是今時今日的人 他可能會被什麼醫生 去攻擊他 你懂什麼 你又不是醫生 你憑什麼可以教人 但是 你不要管 你可以上去 Google Yahoo YouTube 打一下Edgar Casey 然後你看一下 他所預言的東西 Anyway 扯遠了一點 說回來 他也好 當年的Nostradamus 他當然很出名 就預言了很多東西 包括 那時候 嫁給法國皇室的 意大利貴族 Medici 那個皇后 他問說 我的子女將來會怎樣 他們將來都很好 但是 他們全部都會在你之前過世 他也有預言到 譬如希特拉會出現 是幾百年之後的事 而希特拉其實是 他串錯了一個字 但這個有機會是 法文、譯英文的時候 或者是 手誤 或者是 你説真的 你語言可以說到這樣 他講Histler 有一個S的 然後他也有預言到 美國雙子塔會倒 他說有鐵的鳥仔會在天上飛 即是飛機 有預言到 美國會有被發現 有一個新大陸 遇事等等 ok 那 這些 其實 我想說的共通之處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在 一個 大家認為不清醒的狀態 ok 那一個好消息就是 其實今時今日 阿哲哩布丁哥和我 在下 都已經完成了 這個 Shamanic Training 所以 接下來 阿哲哩布丁哥和我 會一起幫大家 做一些 靈性上面的修復 ok 但是 我們是會進入一個 四至七 cycle per second ok 進入 Phaeta brain waves 的狀態 然後 去做 我們要做的事 其實世界各地的薩滿 都是在做這件事 這個就是 當年 Michael Harner 這位人類學家 透過他 很多年 和土著一起 一起 觀察到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彼此之間沒有交流 但他們做的事其實都一樣 你看看西藏也是這樣 澳洲 非洲 還有哪裏 還有北歐 西伯利亞 如是等不同的民族 都有同樣的 healers 這些healers 都是用一些 Shamanic的方法 即殺滿的方法 它就是令自己 進入一個 非常 brain waves 跟著它 alternate between consciousness 即是它是在不同的 我們叫做 意識當中游走的 它會進入四至七的brain wave 再出來 去到beta 和gamma 游走 去尋求答案 OK 這個就是 當你慢慢放鬆的時候 你會進入這個狀態 或者是臨醒的時候 你會進入這個狀態 但是會不會說 個個都一定有 未必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一搭上床 頭一碰到枕頭 就已經在避寒的人 其實你未必 又進入這個狀態 另外一種 就是delta waves delta 就是0.5至3個 cycle per second 這一種 相當之難 為什麼呢 其實你要睡得非常之軟 睡眠品質要非常之高 睡眠品質要非常之高 首先你的身體要很配合 例如什麼呢 例如說 原來你的腎上腺非常之健康 OK 所以你的 cricadian rhythm 就是你那個 睡眠收期 是很穩定的 OK 你才有機會能夠進入這個 delta 還有其實我們睡覺 每一個半小時左右 是一個cycle 每一個半小時 裡面會有少少時間 OK 可能少了1-2% 是進入了delta waves 這個狀態 進入delta waves 就是你的身體 進行自我修復的時間 OK 修復細胞 修復大腦 修復全身 所以睡得不好的話 絕對是會影響你的身體 得很嚴重 但如果睡覺睡得不好 一定是不建議 吃安眠藥的了 OK 當然我知道 有很多醫生不介意 開藥給你 但是我儘量都希望 大家可以減少用藥的 當然在必須的情況之下 你要吃 正如我之前都說 如果是你們中了流感 你們現在第一時間進入醫院 接著你們第一時間吃敏福 但是我沒有 這是我個人選擇 但我不可以代你們選擇 這個要很公道地說 但是 其實 為什麼聲音治療會有用呢 就是因為 其實它 將你的brain wave 由31-120的gamma 或者13-30的beta 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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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Alpha Theta 和Delta之間游走 所以你以為 你自己真的睡了嗎 其實不是 但是 也有機會 你當有些時間睡了 但你又醒醒 立即是半夢半醒之間 有些人形容 好像是靈魂出竅 這樣的狀態 其實它不是 其實它只不過是 在Theta當中這樣 游走 當你進入Delta 你就真的睡了 但是 regardless 你的聲音治療 你當中 因為你進入了這個狀態 所以你的身體 自我修復機制 就已經被啟動 如果你說 我是晚上睡得很差的 不要緊 你睡在這裡做聲音治療 沒有人叫你一定要光顧我 你自己去其他地方 有些地方有的 很多地方都有的 去做 最重要是你讓你的腦 可以游走於不同的 brain waves 如果不是 你永遠都很hyper 在Gamma 和Beta 那裡 你是會燒的 對身體不好的 好嗎 我們再說一點 就是MIT的研究 OK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睡醒 起碼四個小時之後 才吃東西 我們盡量生酮 我們盡量 啟動自食機制 每天吃東西的時間 不會超過八個小時 就是因為 當你身體啟動自食機制 它不只是吃了癌細胞 或者是你身體不要的 所謂的metabolic waste 就是身神代謝的廢物 而是包括一些 已經糖化了 即是我們說的 膽固醇加糖結合了 糖化了的組織 黏在動物裡面 又或者說有一些蛋白質 它壞死了 它黏在大腦裡面 這些其實會干擾我們的腦功能 但是你會發現 很有趣 MIT的一位教授 它是就這樣用 strobe lights 什麼叫strobe lights 就是 啾啾啾啾 不是一直射著你 而是一下一下一下的 還有一個low pitch buzz 就是不是很大聲 而是輕輕聽到的 去recreate brainwaves lost in the disease 其實有Alzheimer 有腦退化症的人 他腦沒有了這個flexibility 可以游走於不同的brain waves 當中 所以趁年來的時候 麻煩你做多一點 OK 好了 就發覺原來 原來他們用這些 噗噗噗噗 就是一下一下的光 和一些輕輕很細聲的聲 其實 但是它的大小聲不是關鍵 是它幾個 幾個 cycle per second 才是關鍵 OK 是會令到你的大腦 清理了這些腦肺的蛋白質 阻礙大腦運作的這些廢物 OK 然後呢 令到那個人的老鼠 OK 不是人 它們的 它們的 它們的大腦功能 它們的認知功能 能夠得到改善 OK 好了 那我就馬上試一下 因為這個實驗是做在白老鼠身上 不是做在人身上 人和白老鼠的brain waves 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實驗 就是MIT這個 是做到白老鼠 人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些brain waves OK 就是由加馬最高最快 去到beta beta 去到alpha theta delta 我剛才不是說 我們正常很少去到的 那個叫做Epsilon 那個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高增 就是它們什麼時候 研究到 咦 為什麼有這件事 我們之前沒見過的 那個其實就是 近乎沒有brain waves 他們是當初研究西藏高增 進入入定狀態 就是它打了入定狀態的時候 他發覺他呼吸變得相當之慢 然後 那個brain waves 那個腦電波 去到很弱很弱 其實我們的腦是一個會發電 還有電磁波的一個個體 一個生物 一個生命體 那我們的腦其實可以 發生到10W的電 真的 是科學的 還有我們的腦其實會受電磁波干擾 因為我們自己都發放電磁波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我都跟大家說 你晚上充電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手機放在你的頭隔 其實你在睡覺 你不會檢查電話的 你有它關掉Flight Mode Pack 它在外面 又或者你知道 現在Apple很麻煩 它要你連接Wi-Fi才可以升 不要緊的 你放有這麼遠都這麼遠 因為你記住 你的腦其實是會 在你睡覺的時候 它會由Gamma Beta Alpha Theta Delta 你很幸運就去到Delta 你不幸運的話 你只是Theta 和Alpha 走來走去 但是你要進入到Delta 和Theta 你的身體才會修復 所以如果你外面有電磁波 一直干擾你的身體 其實是很不安全的 是對你的腦有很大的傷害 我之前也記得我跟大家說過 不如你們關掉Wi-Fi睡覺 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真的是技術白癡 說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呢 你關掉也好 旁邊的屋不是射過來 你明白嗎 正如我住八德新街 之前是宜東酒店 記住我不是住在旁邊的 我都隔了一段距離 它都能射過來 所以其實是很嚴重 現在5G面世更恐怖 其實有些科學家已經出來警告 其實5G是很危險的 對人類的身體 而其實荷蘭來做5G的測試的時候 預計會有數以千隻 百隻的鳥仔會因而死亡的 因為鳥仔的體積小一點 我們人的體積大一點 所以我們未必是馬上死 但不代表它對我們身體沒有影響 因為很多科學家已經出來警告了這件事 好了 我們說回 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不是高症 我們不是打了打了幾十年 可以進入那種龜式狀態 但是 我們是可以 由不同的 brain waves 游走 Gamma Beta Alpha 幸好去到Delta 然後 這一種狀態 你睡覺的時候 要給你的身體機會放鬆 OK 你要放鬆的方法有很多 OK 你可以喝羊金谷 你可以喝婚衣草 你可以用Bark Flower Remedy 那些花精 噴調理 現在正月齡在賣廣告那些 OK 或者你可以 我之前教過大家 你看蠟燭 淋睡的時候 關上所有燈 看著蠟燭15分鐘 都會很硬 OK 用這些方法 去幫助你的身體 進入 一個放鬆的狀態 即我們叫做Alpha的狀態 OK 但你進入了 Theta和Delta 就純粹看你個人 彩素 身體狀況 睡覺 當中有多少個干擾 例如說 你家人是不是很吵 貓是不是在那裡叫 等等 所以 記住睡覺的時候 盡量周邊不要有太多的干擾 OK 抱歉 容許我提示 不適合聽 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 有一種機 叫做 Shmun Resonance OK 那個是什麼呢 就是 它就是釋放一個brain wave 5-2-8 Hertz 那個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你開著它 它幫你的腦 去5-2-8 Hertz 令你盡量可以放鬆 那 我之前沒有在節目上提及 那件事 因為我店裡其實有放出來的 是幫助人睡覺睡得不好 讓他們試一下有沒有用 那我覺得我是公道 就是說 大家買回去四十四天 那如果覺得沒用的話 那你退回來 我原癮給你 因為你沒有跟人失眠的原因不同 OK 中醫有中醫的看法 印度醫學 印度醫學的看法 就是IUV 西醫有西醫的看法 高能醫學 工醫有醫學的看法 很多的 所以我們 要怎樣對症下藥呢 這樣就 真的要檢查 那 而我又想說 例如 Energy Healing 我有很多客人 做Energy Healing 其實是因為睡得不好 那 有沒有改善 他們覺得睡得好 質素是好 那 而 在Energy Healing 當中 因為我會用到 聲音治療的工具 那 其實聲音治療 我記得之前 我和姐姐布丁做過一集 我們兩個拿著重撥在那邊轉 有些人就說 很怕這些聲音 這裏我想解釋少少少 為什麼你們會出現這個現象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當你的身體能量上 是非常之空虛的時候 少少的刺激 你都會覺得太刺激 OK 即是一個 神仔強 第一次去做健身 他舉個啞鈴 30磅 他都覺得拿不起 我說男仔 OK 但是呢 如果他在一個健康的 什麼30磅 他舉個100 你明白嗎 OK 所以就是因為 你本身的能量太弱 即是你的能量肌肉 太過不堪一擊 所以你會覺得 很不喜歡 很不舒服 你會抗拒那件事 但其實正如一個神仔強 他走去舉 他未必舉到30磅 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由5磅開始 他舉完回去都會痛 然後呢 就隔幾天 痛了幾天 然後再回去 今次5磅沒那麼辛苦 嘗試一下10磅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其實他建立回來的 那個能耐 那個能耐 那個耐力 那個肌肉的爆發力 肌力 OK 力量是建立回來 正如聲音治療 其實你想像一下 就好像 如果你是一個罐頭 OK 即是那些什麼 紀念湯那些罐頭 你拋開一點點 你把東西都倒出來 洗乾淨 它裡面乾淨了 沒有東西了 你放一個1磅下去 你嘗嘗 你嘗嘗 很吵的 OK 但你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罐頭 裡面是物質質的 你只放一個1磅下去 你搖 其實沒有什麼聲音 就是因為它裡面 滿不滿的原因 如果你能量很飽滿的話 其實你是會覺得沒有東西的 但如果你能量很空虛 你一點點都會覺得很辛苦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越怕這些聲音 越代表你的能力很空虛 現在你知道我放了在店裡 那個麥倫測試 我想說一點點 因為我的同事經常都說 有些聽眾會誤會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 我知道外面可能做600元一次 我們不是做這個價錢 我們只是180元 檢查麥倫 你買任何東西 買過180元 就抵消了 隨時你想上來檢查 沒有問題 那你發個WhatsApp 去917-2922 不是說你直接上來不行 是因為擔心 同事在忙 會怠慢了你們 那我想問 梁慶天同學仔 你是否在這 因為上次謝謝你跟我說 有幾個同學仔上去 進不了門口 我跟他們翻查完 閉路電視 那天是因為我同事肚痛 他去了廁所 因為身體不舒服 他去了幾次 剛好就真的是你們 按鐘的時間 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改變了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就這樣推門 可以進去 因為現在人手好一點 也想跟大家抱怨 有時候我們真的太忙 會怠慢了你們 但他們不是有心的 他們也絕對不是惡意 他們也不想 但是你知道 因為始終我們這些產品 我們這些服務也好 或者默狼解釋 或者是一些東西 要解釋怎樣用 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所以就變了 每一個客人 他需要多一點時間 所以如果你們是不介意的話 其實你發個WhatsApp 去跟他說 你什麼時間會上去 他就可以好好專注 這樣把時間給你 好嗎 好嗎 還有因為始終小店 好像我們之前 例如我們 Credit Card也申請不到 現在可以了 即6月就會安裝了 然後同事現在 開始會請到多一點 所以是一切向好的 多謝大家的意見 還有真的很多謝大家 這麼久以來的包容 和體諒 始終我們背後不是 什麼大的集團 大的金主 都是自己盡量做到多少 做多少 但是 反應是好的 講到反應 我想差遠一點 然後再回來講這個 research 好嗎 稍等我一會 我先找一些錄音給你們聽 錄音很精靜 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 請問一下 Candy Channel 我上次買了1500元 但我同事Emily說 不可以測物論 這麼多人害怕 OK Candy 我補給你 一定會 一定有 不用怕 你告訴我 你想什麼時候 好嗎 我肯定我熟手的同事會幫你 好嗎 好嗎 很多訊息 我回頭看 看看 還有這幾天 我們有新同事上班 一直都在訓練 還有一些鋪面的裝修 希望完善 令大家舒服一點 OK 會有新的Keto食品 我們今天又試了一個新的 就是芝士薄脆 很好吃的 很香的 很好吃 你先讓我一會 我還沒在 我找了 我找了 OK 那你們聽聽 好厲害 這個是客人的真實錄音 因為她是在見我的時候錄的 因為我 有時候懶不喝 我停了一個月之後 沒有喝到 頭髮就飄出來 是好像不知道什麼事 我還不知道什麼壓力大 只是站在那裡飄 然後出起來 是一盤的 那我就 再買回來試 我只是喝了三天 是即停 全部都即停 那其實生酮之後 我的白頭髮 是出慢了很多很多 那接著 再另外一個 有變化的 就是 我的洗頭間 我用玫瑰花 我用了三次 因為我之前 她說喝了三天 就停了 那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 我之前答應過大家 說我會拿給你看 但我一直不記得 sorry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經常被人挑戰 說你的紅茶館 有什麼厲害呢 就是這樣 這個是100%純的菌 大家看到嗎 它裡面是粒粒的 如果看到不清楚的話 sorry 犧牲你了 我倒出來給大家看 看到嗎 是粉 看到嗎 是粉 這些就是粉 這些是紅茶菌 純種的紅茶菌 沒有的 粉 它的菌種是100% 並不是平時的菌霧 它裡面其實帶有很多其他的雜質 所以為什麼呢 尤其是香港 很容易發霉就是這樣 因為香港很潮濕 很熱 很容易出事 這個是我每次 我是在德國訂回來的 但你也不能訂太多 因為為什麼呢 你訂了太多的話 它會死的 這個是活生生的 我們有些方法要特別 就是 拋醒它 然後弄醒它之後 它就會發了一塊 100%純種的菌霧 我們這些紅茶菌 是用這個做的 所以活性 效果會有這麼大分別 客人剛才說 她說 她沒有喝了一個月 是不是一個月 我都不記得了 然後頭髮不斷脫 她說站在那裡也會脫出來 很奇怪 然後她喝了三天之後 頭髮就沒有脫 其實原因在哪裡呢 大家未必知道 其實是維他命B雜 維他命B雜 為什麼會幫助 它不脫脫頭髮呢 因為其實維他命B雜 Silica 和礦物質 是生頭髮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元素 當然如果你的身體 蛋白質吸收不夠 還有卡路里不夠 都會影響生頭髮的 所以不要相信外面的廣告 說什麼 要生髮先殺菌 還是什麼 然後 中醫的概念 都對的 就是 你腎氣足 頭髮就會 漂亮 會黑 會穩固 這些都對的 但是 你要找清楚 原因 源頭在哪裡 你才可以對症下藥 如果不然你會浪費了很多錢 做了很多冤枉的事情 走很多冤枉路 你頭髮一直脫 然後你找不到答案 你就明白 你頭髮掉了就沒有了 它未必會再生出來 維他命B雜 你說通街都買到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們經常說的是 Bioavailability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的身體可以吸收到 那個換算率有多高 正如你奇亞子 那些都是Omega 3 但是奇亞子的Omega 3 的吸收率 和你魚裡面的Omega 3 是不同的 OK 因為魚 或者是 譬如說骨湯的鈣 和鈣片不同的 因為那個是暴雨類的 大哥 你明白嗎 它和你是一樣 或者很接近的構造 DNA也有九成幾是一樣的 所以 它身體裡面的組織 能夠為你所用 但是如果那個是 石灰粉的鈣 或者是化工原料 做的維他命B雜 你的身體的吸收率 換算率是不同的 所以很多人 經常都不明白這些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 為什麼它喝了幾天之後 你的頭髮馬上不脫呢 其實如果你找對了 什麼令你脫髮 那你很自然對清下一月 它就會不脫的 OK 那 大家知道 現在五月之內 總之 你們買兩塊洗頭鑑 都會送一塊的 OK 那 的確有很多 多謝大家託賴 但我們正在返回 因為是人手做的 所以 就 不會可以一次出了很多 和很快 但是 總之你 五月 五月三十一號 之前 或者那天 你買的都是兩塊送一塊 那 有些你可以之後才拿 例如說 我先拿了一塊 或者兩塊 有一塊 我之後才拿 沒有問題的 你拿回單位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你買洗頭鑑 你買兩塊送一塊 那你還可以做密文測試的 OK 沒有問題的 如果哪個同事說不讓你做 OK 你儘管跟我說 OK 那這些 就是報寸的行為 你可以送來我自己私人 生同女王的 Facebook inbox 有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言語間的 誤會 但是我盡量會 幫助大家 做一個調停 OK Lotus 你幹嘛買了九件 你把這些給人 不要被人罵 OK 這裏就是 繼續聽這位客人 真人 OK 洗頭鑑的 comment 好 然後 另外一個 有變化的就是 我的洗頭鑑 我用玫瑰花 我用了三次 因為我之前的頭髮 我是很硬的 硬到我每天經常都要扯的 但我用了三次 其實我用了三次 你會覺得 是不用扯的 頭髮不用降開 是經常掛在街上 是順直的 是很 本來 其實我打算再弄來自己 大哥已經打燒了這個念頭 省了這些錢 是真的很厲害 這件事 這件事 守烏呢 我的女兒用呢 我是看著她的 長髮的 是看著她一兩個星期 是一枝枝樹起生出來的 是一枝枝 是很誇張 她朋友看完之後 她都馬上來買 就是黑色的守烏 人參守烏還是守烏黑芝麻 有兩個 黑色的 其實是黑色的 全黑的 全黑的 應該是人參守烏 應該是 應該是 很大的 其實我講錯 應該是守烏黑芝麻 才是全黑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只是一個月之內 你已經看到 哇 一枝枝樹的頭髮 是凍高的 我都說的 很誇張的 很誇張的 這幾樣東西是真的很誇張 還有我想說 如果頭髮問題 那個健康水 不過現在沒有很多賣 我不知道我怎樣也要提 但真的很好 因為我自己親手做的 那道菜都是我的 還有我不是叫人做的 我自己做的 那它裡面有咖啡因 有79種礦物質 還有很多維他命 還有很多草拌精華 在裡面 那你不要不搖 你一定要搖運它 洗完頭之後 搖運它 倒可能兩湯匙左右 到頭皮上 兩三湯匙 總之你頭皮濕就可以了 浸在頭皮上 不是頭髮 是頭皮 讓頭皮吸收養分 之後呢 你便洗身的 洗完身後 洗完頭皮就可以了 一定要搖 因為不然油會浮面 你就會覺得 嘩 為什麼這次很誇張 因為你要搖運它 我沒有加了什麼乳化劑 是的 那個是令到頭髮生出來健康 還有生得多 還有是亮身 那個不是護髮素 是放過頭皮 那如果吃的 裡面的就是健康 咦 我的女 OK 那就不要一次過播完幾個錄音 很感謝這位客人的 feedback OK 不是脫髮那麼簡單 簡直是光光的 有沒有得夠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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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嘗嘗 因為 那如果是這樣 對不起 你去到這個位置 我只要播出第二個錄音給你聽 OK 哎呀 糟了 我要滾回頭 很遠的 其實是我不懂得用 好像是可以在WhatsApp 不是這樣做的 糟了 去那邊 等一會 先看看 不知道去那邊 等一會 咦 哦 第二個聽聽 因為我女兒讀書 她的壓力很大 她脫髮脫得很厲害 但是我看著她 刪出來 她就 又黑了 又一支支動高 連她朋友看著 連她朋友都很短時間 只是一個月都說 她說 看著變化 看著變化 黑了 還有一支支動高 一支支動高 你是騙不到的 多支支 對呀 一支支動高 因為你沒有頭髮 你不會在這裡動高 那你為什麼會一支動高 因為你不會在這裡動高 你現在要慢慢向上跌回 那真的 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 第二 除了這個就是 因為她的脫髮很明顯 脫到很明顯 已經脫到 已經脫到已經不明顯了 白脫 以前好像 把眼尖 不斷有條件 已經可以改善了 是很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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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污這個選 是真的很 很好的 如果長生頭髮 除了這個 就是 因為有很多原因 不斷掉頭髮 你知道 如果是礦物質不夠 就是一個海藻 我們不是說你選一個 是今天用這個 明天用那個 這樣 你明白嗎 譬如你人心手污 或者有一個 是 另外一個是 人心當貴 那是補氣血 如果那個女生 整個手腳很冷 氣血很差的話 人心當貴是對的 人心手污是 氣血差 但是脫髮 年紀大一點 然後 海藻就是 礦物質不夠的 脫髮 很油 這些 你不用怕的 因為其實 Max 你聽到 這樣 就OK 人家都生了 還要一枝枝慘了出來 黑 下面的Ray 都說 用了手污黑芝麻之後 看下去 頭髮是多了 朋友都覺得密了 OK Ray 不要緊的 如果你上次 拿水晶杯 想再買 其實你可以照買的 那我之後 再給你 就是到了貨後 再給你 因為 好的東西 用的材料是足 而且是人手做 所以它沒有那麼快 OK 但是多謝你們肯試 多謝你們信得過我 OK 阿Ling 張就說 在洗頭間都說 不能檢查物理 有的 OK 答應你有 我會跟同事說 所有客人 總之買滿 180元 就完全是free 當然如果你說 我不想買任何東西 我想給180元檢查 當然也沒問題 OK 請大家 WhatsApp 我們約個時間 好嗎 Make sure 他們不會怠慢大家 OK 如果你們有任何 feedback 和留言 儘管可以發送來我個人的Facebook專頁 生童女王的INBOX 告訴我 我會跟進的 放心 因為我很珍惜每一個同學 每一個聽眾 OK 我們馬上說完最後那裡 就是 那個MIT的教授 他就是 他是根據之前 已經有人做過類似的測試 他這次用一個燈 斬四十下 一秒斬四十下 OK 那個白老鼠就看著 斬四十下 然後 另外再加一個很低的 frequency 他就發現 他腦裡的一塊塊的堆積物 Scar tissue 或者我們稱為 錯位的protein 就清走了 OK 以前也有些測試研究過 其實 超聲波 ultrasound 可以令到血管打開 和放鬆 令到藥物有效 可以穿過 blood brain barrier 就是那個 血大腦防衛層 這樣翻譯中文 OK 而且也可以令到神經系統 加快去處理這些waste 就是這些廢物的積存 OK 他發現這個是四十個flash per second 是的 然後另外 我們說 就是 他也會 令到那個腦 那個記憶 會有幫助 而你說過 其實那個聲音 今次這位 TSUI 我想應該是姓徐 崔 崔 崔博士 崔Professor 就說 他這次是用一個四十hz的聲音 OK 人類是僅僅聽到 因為其實人的聽覺範圍 是叫做由二十到二百 OK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聽到二十 二十其實是真的聽不到的 大部分人 除非你是那些很厲害的音樂家 耳朵很靈敏的 或者是小朋友 有機會 因為你受的damage少些 OK 但是一般人 可能四十都是 barely剛剛聽到的 OK just high enough 去人類聽到 它是一個 就是那種的聲音 其實我有一部電腦 我說如果聽節目的日子 就會知道 就是德國和意大利高同研發 拿了全球十個八個專利 就是我們探索了你的身體 哪個位置藥 我們針對性地調整那個地方 就是用這些聲音 譬如舉例 我如果要調整頸椎 或者甲狀線 或者胃的話 可能是15.71Hz 是聽都聽不到的 真的聽不到 那部電腦有沒有運作 是有的 OK 而呢 我之前可能 如果我放你在這裡 躺在這裡 然後給你帶著 去幫你所謂的 調整台 你未必知道 它有這麼大效果 但幸好今次 一間出名的大學 MIT 他做這件事 然後 哇 他說原來 他的反應是很嚴重的 OK 就是 那個腦 連prefrontal cortex 還有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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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很 很 很 dramatic 的反應 即它 Respond to 這些聲音 還有這些光 OK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不同的 sensory modality 去induce gamma oscillation in the brain 就是透過光 和聲音 去刺激大腦 去處理廢物 OK 跟著更新自己 還有 它傳給你身體各個器官的訊號 可以加強 因為其實你大腦通知 第一節 我們叫做atlas 和通知你的coccyx 最後那節的尾龍龜 訊號是不同的 而其實是可以透過外來的方法去tune 就是帶那部機 OK 那這部機 現在呢 我做consultation的時候 我都會給客人用的 但因為它需要的時間比較久 那是說半個小時 有些可能是40分鐘的program 師傅你tune的範圍有多大 誰來的 哎呦 Truffle仔 過來媽媽 媽媽帶你去 給聽眾朋友看看好嗎 哎呦 哎呦 你看這個肥仔 這個肥仔 大家是否少見他 這個是Truffle Truffle 望鏡鏡 望鏡頭 哎呦 多靚仔 這個 這個紙巾 不是這個紙巾 這個圈圈歪了 這個是小孩子 你看你多大眼仔 看鏡頭 哎呦 後面是誰 後面是誰 後面是大家姐 哎呦 嗲嗲嗲 是不是嗲嗲嗲 哎呦 嗲嗲嗲 ид oral 傾嗲嗲 今日忙掩hés began邊唾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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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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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這方面是無可解釋的 聲音治療逢星期三和星期六 星期三是姐姐我煮你 星期六是哥姐的布丁煮你 大家有很多很神奇的經歷 我不想在這裡自吹自擂 大家又說你買花盞花香 你自己的經驗,我們試試吧 城中有其他地方都有 有一個在黃竹坑的鬼婆 收到四百多元 可以坐到四十個人 我收到二百多元 只能坐到最多八個人 你自己選擇吧 我們用的工具有相同 亦有不同的地方 自己感受一下吧 我盡量不想用食藥的方法 我盡量想讓大家自然的方法 令身體變得更健康 ok 這樣就是 我讀少少給大家聽 就是 While the method'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looked at a little limited the results pointed to a way Oscillation could help the brain recover from the grip of Alzheimer's disease 即使今次的研究 它的應用不是很廣泛 你未必應用到是人道的 現在是白老鼠的測試 但結果指出 這一種的 Oscillation 一下一下 是可以幫助大腦 從 這個 腦退化症的 邊緣 或者腦退化症當中 修復 或者是好返 ok As our brain's neurons transmit signals they also generate electromagnetic waves that help keep remote regions in sync so called brain waves 你腦裡面的 就是 那些粒子 neurons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它們要溝通的 ok 你大腦跟自己裡面不同的部門溝通 它通知你的身體做事 都是透過brain waves 透過我們剛才說的那些15點幾hertz 其實最高是去到 我沒有記錯是一百點幾的 從15點幾到一百點幾 所以是在耳朵聽到的範圍 那如果真的 譬如說你有長期的胃痛 或者是甲狀腺的問題 或者是 其他的慢性病 而你本身已經在吃藥 那你又覺得這個效果 未完全如理想的話 你可以上來試一下 做那部吞台的機 又或者是星期三 或者是星期六過來試一下聲音治療 ok 那今天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就未講 這個生育飲食法的第三個好處 留下個星期一 好嗎 ok 那大家如果有些什麼 隨時可以 就想告訴我 ok 你可以傳來我生肚女王 或者生肚感受 都可以的 那個page的inbox 如果用了些東西好 好像剛才Rae說 用了手烏黑芝麻在頭髮網裡 多了 連朋友都看到的話 請你在我們的page上 post to page 讓多些人知道這件事 好不好 ok bye bye